例如说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制作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不仅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可以去找找看网路上有没有人做好 因为如果我们资讯是有给我们办本 我们就直接透过档案新增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重信有新增 可是如果说今天你可以在网路上找到别人做好的办本 那是不是更好 举例来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行事例 我想要去做一个名片 我想要去做个卡片好了 那这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有 那也许我可以直接在这边搜寻office.com办本 例如说假设假设9月28刚过嘛 例如说下一个节日圣诞节咯 那我就先输入卡片好了 那他就会帮我们去寻找office.com里面现有的一些卡片 好 例如说这边字母教学卡片啊 或者是什么形式的卡片 例如说谢卡 情人卡 这个是万用卡啦 可是接下来各位应该知道情人卡应该 情人节的卡片应该是在2月14号 因为西洋人使用的嘛 然后接下来应该还有很多父亲节的卡片 母亲节的卡片 圣诞节呢 找到看 走边 圣诞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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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圣诞节应该蛮多的 因为圣诞节就是外国人的心灵嘛 好 例如说我就选这一个下人 我这个小小心愿不晓得你了不了解 好 快到了 现在十月底了嘛 对不对 还剩下一个多月 那就看你们的心意咯 尽量啊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嘛 你不会做卡片 没关系 你只要会用别人的范本 你觉不觉得 你再稍微改几个字 例如说 亲爱的把小名改成我的名字 亲爱的老师 就拍圣诞节快乐 然后再把这个改成你的名字 不就好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就例如说 拍好一张照片 Line丢给我 这样不是让大家我们都活在那个美好的世界 我的意思是说 像我做的这些影片 真的每一两天就会有人说 哇 这个技巧很炫 或者是这个太实用了 你看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会吧 我会啦 我会觉得就是说 虽然也有时候会有那个负品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那毕竟是少数 少数这种少数 好就提供给人们参考 所以范本绝对绝对是我们应该要常常使用的 因为它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 你圣诞节卡片 你看只要改四个字 是不是就完成了 传档 你就做完了圣诞节卡片 你可以自己再去找找看好不好 看看能不能多找一些其他比较不同的 例如说 形势力啊 上次有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有没有履历表 好 因为他说要去找工作 我想这一定都有的 请你去找找看吧 这个透过范本也是可以提高我们很多的那个工作效率提升的方法